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人举办婚言 耶稣的母亲在哪里 耶稣和门徒也被邀请去赴言 走渴完了 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 他们没有走了 耶稣说 夫人 这跟你我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道 他母亲对仆人说 他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哪里有六口犹太人 用来行洁净礼仪的石缸 每口都可以程约一百星水 耶稣对仆人说 把缸倒门水 他们就往缸里倒水 一直满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要舍出来 送给宴席总管 他们就送了去 那些缸人知道 这酒是怎样来的 宴席总管却不知道 他尝过那水便的酒后 便把新郎叫来 对他说 人们到时才拿好酒 款待客人等客人 喝够了才把次等的拿出来 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第一次行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将显了他的荣耀 门徒都顺了他 今天明天还能不能够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